你好,我是从马来西亚打来的,你好,我想你帮我妹妹看图层,你妹妹啊,对啊,你的啊,你念经不念经啊,我念了,我念了,我已经念了,所以今天才打同学才打啊,这几年属什么呢,你妹妹,她是81年,81年属鸡的,你想看什么方面,告诉我, 看看她的健康啊,因为她最近出了问题啊,看到了,看到了,她得了还症啊,嗯,看到了,你不要讲我都看到了,这个是复发啦,第二期的复发啊,一定是第四期的,连医生都没办法救了啊,我知道,嗯,你这个妹妹脾气也不好,嗯,对啊,不错不错不错,嗯,我告诉你啊,嗯,这个妹妹啊, 我告诉你啊,痧症很重啊,啊,这个,她这个肠胃这个地方啊,一塌糊涂啊,还有没有脑脂啊,脑脂这个地方,明白了吗? 哎啊啊,嗯,嗯,跟台长全能够帮着忙啊? 他不相信我怎么能帮忙呢 有有他已经相信了台长 我已经换出他临台长的这个法门了 他已经都有在念经了 在做小房子了 他在念了吗 他念念了 只不过他真的很虚弱台长 他真的很虚弱 他的肺受感染已经很严重了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他的肺跟他的肠胃这个地方都很虚弱 他现在吃东西都很难的 对对对 所以可能能够当初只是喝奶水 现在稍微可以吃一点西州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看见他这个肺和他的那个肠胃这个地方 一传黑的 很糟糕 非常糟糕 我看看有没有灵性 嗯 有 是一个他家里啊 他家里啊 曾经供过的一个一个先也不知道一个神 家里啊 嗯 他的家里 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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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他是 他曾经住过家 或者他小的时候 他拜过的一个 呃 我现在讲了 客气点嘛 就是神啊 或者仙呢 实际上可能是地下的一个什么神仙 哦 地神仙呢 他肯定去拜过 或者他你去问问你爸爸妈妈 从小有没有把他托付给某一个神或者仙 因为很多 很多的孩子不是小时候生出来身体不好吗 这农村呢 就把他去过寄给谁谁谁啊 讲起来是哪位菩萨或者哪位什么娘娘啊 什么什么啊 实际上 那倒是没听我父母亲提过 但是没关系 我会跟他们聊 你跟他们讲 一定有的 现在有这么位 有一位地府的这位 呃 这位 我看上去有点像娘娘一样的人 呃 可能要不可能要带他 带他走了 但是 但是还想这样子 拜不好吗 因为我们也是有在拜神啊 那你就是听不懂啊 你 你要拜 你要拜什么 因为 有天神 有地神 啊 你说 你说你是拜佛好 还是拜神好 对不对啊 那我问你啊 我问你啊 你小鬼 那也能帮你忙呢 那你觉得 你觉得应该让小鬼来帮你忙 还是因为 要菩萨跟佛来帮你忙 菩萨 那你听得懂吗 就好了 听得懂吗 因为很多人不懂嘛 他们就是拜地神嘛 你想想看 菩萨会吃大鱼大肉 还会吃卤猪吗 还有的人 还有的人 还有的人连拜神跟拜佛都不懂啊 过去真的太愚痴了 很多人什么都不懂啊 就是人家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对 没错 以前我们就是 逐渐这样拜下来 我们就是跟着拜 拿着 像这样子 拜拜 拜 你不懂 拜什么 你拜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从我最近在这里遇到一个师兄 他跟我讲起关于卢台长的这个法文 所以我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加入了 我也在 你要看书啊 你好好把台长的书看看 像你这种刚刚进来的要看 那个一妙于三风水啊 天地人啊 这种的比较简单的 等到你慢慢慢慢学到一定的时候了 你就会可以看那个白化佛法了 有个师兄他给我 有给我 你的书有给我 你要看 你现在你妹妹的事情呢 是这样的 你现在叫他那小房子第一波呢 先念69章 69章 这还是少的 这还是少的 如果我们一家人和亲来念的话 能吗 可以 完全可以 可以啦 69章 69章 好吗 接下来呢 接下来继续念 继续念 继续念 就是一直念念到他毛病好 而且要给他放声 对对对 因为因为这些小房子 你如果不交给什么娘娘了 不交给谁了 那对不起了 人家就把他带走了 嗯 啊 这样子 听得懂 听得懂 像台长 您能够给他加持吗 因为他在部真的很虚弱 好虚弱好虚弱 我告诉你 你最好像他这种呢 因为第一不是台长弟子 第二呢 他自己本身的刚刚学佛不久 啊 像 像台长 毕竟在 在这里还有肉身 所以最好叫他求观星普 啊 台长呢 啊 台长呢 就是说 呃 教你的方法 我能教你种西瓜的方法 选土壤 怎么样放好的种子 怎么样来培养它 啊 晒太阳怎么样 但是我不能把西瓜种出来给它 你听得懂吗 对对 你现在呢 家里人大家都帮帮他 但是呢至少至少你今天电话打进来讲到他我刚刚给他看图灯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得到加持了只不过程度问题明白吧好吧 我现在只能让他稍微多吃一点 好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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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你这两天你发现你这个妹妹吃的就会多一点 吃了多一点的话可能就他的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就会增加 谢谢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好吗 你要好好努力 你要叫他跟关心普甘发愿的 不发愿的话 他得不到很多的加持的 明白了吗 对